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走进冬奥会计在线的网络课堂 接下来我们继续讲解的 依然是为了针对于2022年的 注册会计师考试税法 这门课程的零基础先修班 我们说在这个班啊 其实就是在新的教材没有下发之前 给大家做一个过渡性的讲解 在这个零基础先修班里面 我们一共分成了三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一个学习 或叫备考的指导 那么这个指导呢 我们还是比较这个有针对性的 比如说上一讲 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 关于增值税啊 关于消费税啊 关于承建税等等 大家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会接触到什么样的一些 税法的构成要素啊等等 我们都提了 那么当然我们上一讲呢 只说到了流转税 流转税就是流通转让 才需要交的税 然后呢我们从本讲开始呢 依然讲解的是 三部分当中的第一部分 就是每一章的学习指导 等到第一部分讲完以后 我们的第二部分 讲的就是专题讲座 专题从税法的构成要素上 比如说纳税义务人啊 比如说征税对象啊 比如说税率啊等等 其实第二部分也挺精彩的 那么第三部分呢 我就是结合着 看看大家有没有给我反馈啊 如果您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这个班 然后呢我跟您说一下 我的微博呢 是叫网影财税老师 您也可以通过微博 跟我说啊 你说老师我在听你的 这个零基础的先修班 我想让你在具体的税种当中 给我讲哪个税种 哪个税种都可以 你给我反馈一下 或者呢我现在计划的就是 流转税 我讲一个税种 让你感受一下 所得税 我讲一个税种 让你感受一下 然后关于其他的 比如说财产税等等 我们讲一个税种 讲三个税种 让您各自去品尝一下 哎 他们其中的滋味是什么样的 啊 那好 我们就接着上次课 给大家讲的 第一部分里面的备考指导 接下来说 要说的就是第五个 那就是企业所得税法了 哎呀 企业所得税法 真的是太重要了 因为每年要考两道综合题 就最后两道是综合 就最后两道题都大的综合题 那么综合题 没有上考场 我就知道考什么 第一道题 必考的是增值税的 那么它会结合着 消费税啊 城市维护 建设税啊 关税啊 等等来考核大家 然后第二道题 就是考的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是所有税种当中 最综合的一个税种 也是企业面临着 最难处理的一个税种 因为企业所得税 交的多和少 直接就决定着 企业的净利润 你想就十块钱 如果你往税务局交三块钱的企业所得税 您就剩七块 如果您要交了五块呢 您就剩五块 所以它直接决定着企业的盈利能力 直接决定着企业是不是能生存的问题 所以企业所得税还真的很重要 我们来看一下啊 说这个税种啊 是我们税法 这门课程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税种 真的是最重要的 也是学习难度最大的两个税种中的一个 那你说难度最大的两个税种中的一个 那那个是谁啊 那个就是上一讲说的增值税 所以说你看我们考试一百分的分值当中 增值税占了将近二十分 企业所得税也是占了间近二十分嘛 因为他们都最难 后面说了 每年啊 它都会出综合题 并且经常跟其他若干个税种相联系 而且与学员们的会计基础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此时我又老生常谈了 就之前跟大家说到税法跟会计的关系那儿就说过 您真的有点会计基础 但是您在学住会税法的时候 不需要您达到住会会计这么高难度的水平 但是您至少应该有一个初级会计 或者叫做初级会计支撑里边那个会计的水平 得有 不然的话真的没法往下进行了 你说老师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借和带 我都不知道怎么算营业利润 我也不知道怎么算利润总额 我也不知道怎么算净利润 那你没法跟着我们学企业所得税 因为企业所得税里面经常会说到 什么折旧啊 什么摊销啊 什么减值准备啊等等 这些都是会计里面的 我希望大家能够拿出几十个小时 把我的初级会计实物去补一补 有利于你将来在考住会的会计 好再来看 每年这个税种的分值都在19分左右 19分不就是将近20分了吗 其实这一章的分值啊 特别好抓 现在大家都知道 我每年都会给大家在考试之前 就是其实我在讲完了基础班 就开始开习题班了吗 开习题班的时候 我就已经把大题就布置下去了 其实这就特别像我们以前在学校里 老师布置作业是一样的 那么我除了每一讲 要布置作业 说我们第一 比如说第五章啊 这第一份作业 这第二份作业等等 然后呢我还会布置下去大题 那么你比如说企业所得税 我也会给大家布置下去大题 比如说八道大题 那好 每道大题 你要给我写上它无边吧 这时候你会发现啊 您上了考场以后 看到的那些真题 跟我提前给您布置下去那些 必须要做无边的大题 真的就是换汤不换药 就是照着葫芦画瓢的感觉 照猫画虎的感觉 所以您记住了 高度重视我日后给您的几十道大题 我估计今年会达到将近四十九道左右吧 因为我不想留五十道大题 如果留五十道大题的话 每道大题做五遍的话 最后都是二百五 我觉得这个数字不吉利 所以我们一般就是留四十九道 最多四十九道大题 那么我们大题 你想想它就考十几分了 所以它总体上来讲 考十九分二十分 说明它考在小题里边 单选和多选就不会太多 它都是停留在这个综合体里面考核大家 所以您看说这个税种是我们学习 确实是重要的点 也是比较难的点 需要大家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在这个税种上 所以我们需要重点掌握的内容 是什么样子的呢 大家给我看看 稍微看一下这个框架就好了啊 关于企业所得税 首先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税种 那么上来我们就要分什么呢 我们就要分成您到底是一个居民企业 还是一个非居民企业 其实我们国家的企业所得税法的颁布和实施 规格是非常高的 它都不是你国务院能写得了的 它也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写得了的 我们国家现在颁布正式实施的这部 企业所得税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举手表决通过的 因为这一部企业所得税法 它既关系到我们的国内的企业 也关系到国外的企业 说跟国外企业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 您看我们现在走在大街小巷 麦当劳 肯德基 苹果 什么这个这个这个 还有现在还有一种超市 叫山姆超市 这些全都是对于我们来讲 全都是外国企业 那么它站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盘上挣钱了 我们能不能管它 我们需要不需要管它 需要管它 所以我们要把它界定为是一种身份 什么身份呢 它是我们的非居民企业 所以从企业所得税的角度上 上来先分您是居民企业还是非居民企业 当然有人就说了 那居民企业跟非居民企业 是看它是哪国人吗 不 这个我们到日后正式讲解的时候 就基础班的时候会跟大家说 我们要看什么 看它的注册地 看它的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 如果注册地也不在 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也不在 我们就要看什么 我们就要看它在我们这里有没有机构和场所 比如说 麦当劳肯德基 山谋超市 他们注册地 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 通通都不在中国 他们都是属于美国企业 然后但是他们在我们中国 竟然有机构和场所 所以我们把它界定为是 非居民企业 管理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而且有些情况下 他们的税率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像这种非居民企业 没机构 没场所的 就是一个人过来了 把这东西卖出去了 这样的话 我们的税率还更低 所以您了解了这就够了 首先你要知道 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员 是分成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的 然后接下来又来说 企业所得税的征税对象是什么 您看我们在这里说了一个 各项所得 各项所得是什么含义呢 您听着 作为一个企业来讲 它的每一分钱所得 听着一个企业 比如说我卖非同烂铁 比如说天上掉一馅饼 天上掉了一块钱下来 就对于企业来讲 它的每一分所得 只要企业所得税法 没有说它是属于免税收入 没有说这一块钱 是属于不征税收入 那么它就应该交企业所得税 可见企业所得税 它是属于应征则征 就是都应该去征 除非界定为它是免税的 比如说国债的利息 它是免税的 除非说了它是属于不征税的收入 比如说财政 拨款等等 有专项用途的 所以您在这看一下 我们企业的所得就是它的各项所得 都应该给共产党 都应该给我们的祖国来交企业所得税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在征税对象这还有一个词 叫做所得来源的确定 它真的是特别重要 但是所得来源确定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您只要掌握文字性题目能理解 大概就好了 因为如果要拓展的话 那是国际税收的问题了 比如说在这里面所得来源的确定能够体现出什么情况呢 比如说我们在企业所得税法里面会提到提供劳务的所得 要看劳务发生地在不在中国境内 那你看我现在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 我们中国有一个模特公司要去参赛 参赛呢那模特得穿衣服啊 那个衣服我们要找法国的一个服装设计的企业帮我们设计 让我们的模特穿着去比赛 OK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受疫情的影响呢 这个法国的服装设计公司里边的那个 比如说服装设计总监Peter先生 他说我去不了 我去不了你中国 我可以根据你模特的身材 你给我拍个照片或者咱们视频 然后我在法国我的工作室里面帮你去设计 那么这时候呢 哎没有想到人家给咱设计的还特别漂亮 这时候我们就要给人家支付钱 给人家支付比如说六百万美金 现在马上就问大家 这时候作为法国的这个服装设计公司 他需不需要载我 因为他毕竟是从我北京 比如说某一个公司给他打过去六百万美金吗 他需不需要在我中国交企业所得税 需不需要 其实这里边就体现一个所得来源的确定问题 就是你法国的服装设计公司 你的六百万所得来自于哪里 那么在这个点上 大家就可以跟我看 你看你手里有本教材还是好的啊 当然我们的辅导书上也有 如果你要是手里有教材的话 你可以跟我翻开 翻开我们的一百六十九页最后一行 你看一百六十九页倒数第三行说 所得来源的确定吗 然后里面提到了提供劳务所得 按照劳务发生地确定 就这么几句话 说提供劳务所得按照劳务发生地 那么法国的服装设计公司 他就是提供劳务吗 那么他的所得按劳务发生地 他的劳务发生在哪里 他每天都在法国的工作室里面设计 所以我们中国政府是无权争这个法国服装设计公司的企业所得税的 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再举一个例子 说你不来那就算了 你要是不来的话我们就不会给你钱 我们也不让你给我们设计了 那这时候他说行行行我去吧 我做好防护我去吧 这时候相当于他们派着他们的服装设计总监 Peter先生到了我们的中国北京 在中国北京的这个写字楼里面 去给这个模特去设计服装 那么这时候我们依然也是给了他们600万美金 那么这时候他的劳务发生地就发生在中国 此时中国有没有权利收他们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呢 有权利 所以这就是关于一个所得来源的确定问题 其实你知道这个有一个 我们说有一个物理学家啊 叫爱因斯坦 说爱因斯坦啊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世界上最难理解的是所得税 他说啊世界上最难理解的是所得税 其实通过他这个角度 你就会说那所得税肯定很难吧 所得税既包括现在说的企业所得税 也包括一会儿要说个人所得税 我跟你说 不管是企业所得税还是个人所得税 国内的都不难 国内的真的不难 但是之所以爱因斯坦都说世界上最难理解的是所得税 他说的都是跟国际接轨的 都是跟我们的第十二章国际税收税务管理实务有联系的 所以我们刚才给大家举的那个例子 皮特先生来没来 没来 老五发生地就在法国 我们中国政府就无权证人家的企业所得税 来了就有权证 所以这就是一个所得来源的确定问题 好 那么说完这些以后呢 我们再来看企业所得税的税率 其实税率这个东西啊 我们在前面讲增值税的时候也提到过 讲消费税的时候也提到过 任何一个税种归根结底 就是税额多少钱 税额其实就是我们的计税一计成的税率出来的 那么这里边企业所得税的税率 其实相应的真的比较简单了 我们国家 对吧 从这部新的 就是我们现在这部吧 现在正在用的这部企业所得税法 基本税率就是25%嘛 基本税率就是25% 那就相当于是什么呀 比如说我和我的大姐二姐 我们三个人成立了一个有限责任公司 然后呢 我们挣了100万块钱 就在没有给国家交企业所得税之前啊 我比如说我们挣了100万块钱 那么我们100万块钱 咱忽略纳税调整啊 忽略纳税调整 我们100万块钱当中 我我就是我们几仨就说了 哎呦 100万块钱 咱们几仨一人能分33万多 对吧 后来我说 哎呀 我一看你们俩就不懂税法 你不知道吗 说咱几仨之所以能在 咱们国家这么这个国泰民安的环境下 这么好的营商环境下 来搞生活 来搞生产 搞经营 那还不都是这个 拜托咱们祖国好啊 所以你企业干的好 是祖国的功劳 那祖国就相当于给任何一个企业 入了肛股是一样的 虽然他没有给你投资 没有给你这个 没有没有给你啊 其他的什么原材料等等 但是我们需要挣了钱 先给国家四分之一 你看先给国家四分之一 不就相当于百分之二十五吗 那我们解释原来以为一人分三分之一的 现在成为一人分四分之一 你想啊 我们有一百万 先给国家交二十五万的企业所得税 还剩下七十五万 我们三个人再一人分二十五万 不正好是占了四分之一吗 所以这就是我们 企业所得税当中的基本税率 我们为什么要规定这个基本税率呢 其实不光针对于我们自己的居民企业 那一些非居民企业 它只要在我们中国境内有机构和场所 比如说我们家门口 这个天津 不能说我们家门口离我们家还巴掌远呢 就是我们中国天津 有一个恒隆广场 恒隆广场的一楼都是苹果专卖 那就相当于是 因为苹果公司的注册地 实际管理机构所都不在中国 但是它在咱中国境内是有机构和场所的 它在这个恒隆广场里面 卖出去的这个苹果手机呀 苹果电脑等等 它挣的所得也是四分之一 要给我们国家交企业所得税的 你看这都是一个基本税率 那么除了有25%的基本税率之外 还会有什么优惠税率 优惠税率我们就会提到什么 小型威力企业呀 什么高新技术企业呀 还有我们提到的就是 非居民企业 但是没有机构没有场所 有来自于我们中国境内的所得 我们就收它10%的 看见了吗 收它10%的这个所得税的税率 就行了 这个了解一下 关于企业所得税 它的税率也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考试还经常会设计 因为你想考试 它最后问你税额吗 你一定要乘以匹配的税率 才能把税额算出来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 其实就是企业所得税里面 最核心的内容 就是应纳税所得额 怎么把它算出来 因为你是所得税吗 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你要问我 你说你们企业 这一年收入是多少 哎呀我说我们这一年 收入一个亿 那你说我应该交多少钱的 企业所得税呢 不知道 因为你只是问了 我的收入是一个亿 你还没有问我成本和费用 我要告诉你成本和费用 可能会把你吓死 那成本和费用是八个亿 一个亿减了八个亿 其实就是亏损了 其实在这一点上 您想什么 您比如说啊 我们说全国有几十个城市 都是有地铁的 比如说这个 现在真正能够盈利的地铁 就是南昌 我记得啊 南昌 它的地铁公司是盈利的 你像南京 北京 还有广州 好像这些地铁公司 全都是亏损的 那也就是说 您看 咱就以北京地铁为例吧 说北京天天熙熙攘攘 这么多人坐地铁 然后每个人的票钱 三块五块 十块八块 然后他收入很高啊 那你认为这个京港地铁公司 他就一定有所得吗 就一定需要交企业所得税吗 未必 因为他每年都是亏损的 据我了解 他每年亏损都几十个亿 每年亏损七十个亿啊 所以说他根本不交企业所得税 那通过这一点你会发现 你只知道一个企业的收入总额是多少 没有用 你要知道他的所得 因为我们叫企业所得税嘛 好 那么接着大家给我看一下 关于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问题 当然我在这有个瑕疵 抱歉了啊 我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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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叫应纳税所得额 大家自己改一下啊 所以您看一下啊 它叫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 那么怎么才能把这个应纳税所得额算出来呢 您记着 只要看到应纳税所得额这几个字 您就给它变成两个字 就是所得 哎呀我怎么才能把这个所得给它算出来 所得只要算出来了 就拿这个所得去乘以它匹配的25%的税率 20%的税率就OK了 好怎么算出来呢 我还是那句话 企业所得税如果是国内这部分内容 根本就不难 怎么算 那就是收入确定出来 然后再 因为我们是所得税嘛 你不能 它不叫收入税呀 所以一定要把收入变所得 怎么变 就减该减的呗 能减的呗 那能减什么呀 就是扣除范围的问题 哪些是能减的 比如说北京 京港 地铁 有限公司 那它肯定是人员的钱 人工的工资 对吧 成本呢 还有它的一些 比如说这个地铁 它要买轨道 然后说什么什么 说地铁休亿公里 就得花一亿 一亿元 然后它要买车厢等等 所以这些都是它的扣除范围 扣除范围可以理解成成本呢 费用啊 是吧 还有损失啊 等等 这些都是它的 我们拿着收入 减掉了扣除范围 当然哪些 有一些还是不得扣除的 那我们正式讲解的时候 会告诉大家 哪些是能扣 哪些是不能扣的 然后最后得出来了 如果收入是一个亿 看着啊 收入是一个亿 成本费用是八个亿 那没有所得 不需要交企业所得税 但如果收入是一个亿 成本费用是0.3个亿 那就相当于是0.7个亿的所得 那你就拿7000万乘以25% 不就OK了吗 然后关于亏损 还有一个弥补的问题 这个了解一下就行了啊 这是关于企业所得税法 这几个点 你看 首先我们要界定 纳税义务人 分成居民企业跟非居民企业 然后征税对象是什么 税率是多少 然后怎么把这个应纳税所得额 给它算出来 对吧 应纳税所得 就是所得额怎么算出来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 这一章当中呢 还会讲到资产的税务处理问题 就是各类资产的 计税基础和折旧的规定 其实在这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们企业 现在买了一个设备进来 买了一个设备进来 这就需要您有会计基础了 如果您从会计口径 您对这个设备用的是 加速折旧的方法 比如说双倍余额地减法类 年数总和法类 有会计基础的都明白 那你但凡用了这种 加速折旧的方法 在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 刚开始提出来 那个折旧额就特别高 折旧是一种什么概念呢 折旧额是一种费用的概念 是一种损失的概念 其实就相当于是 只要是成本了 只要是费用了 就允许扣嘛 所以你提的折旧额越多 说明你的成本也好 费用也好就越多 那说明你在当年 应纳税所得额 这扣的就越多 你想你扣的越多 你最后剩的就会越少 剩的是什么 剩的是所得额呀 你剩的所得额越少 你是不是当年 交的所得税就会越少吗 所以说在不符合 我们企业所得税法 优惠政策的前提之下 你的在交企业所得税的时候 你的固定资产 是不能用加速折旧方法的 那既然不能用加速折旧 你会计口径是可以用的 因为会计里面的折旧 是根据经济利益的流入方式 这是两个不太一样的规矩了吧 那么就需要做纳税的调增 那就需要做纳税调增 所以您看资产的税务处理 就是你的资产 您记住这句话 企业的企业的资产 就是企业今天的资产 就是你企业明天的成本和费用 你的资产一定会变成成本和费用 比如说你的雇印资产 明天就变成成本 变成费用了 你的银行存款 明天花出去了 也就成费用了 所以企业今年的资产 就是明天的成本和费用 那么你的成本和费用 又直接决定着 你的所得的是多少 所以税务局一定对你的资产严防死守 他怕你高估资产 他怕你资产入账太高了 然后日后你折旧太多了 对吧 这是我们说的 资产税务机关要对你进行处理 那你想想 有没有说税务机关 对你的负债进行一个处理啊 没有 税务局从来不会说 哎 你们欠招商银行那钱还还得上吗 你们要实在还不上 我们税务局替你们还点吧 有那事吗 从来没有过 这天方夜谭了吗 税务局哪有这好心眼啊 所以税务局只会对你的资产 进行他的相应的处理 要按照他的规矩来 负债他是不会管的 这是我们资产的税务处理问题 了解即可 还有资产损失税前扣除的 所得税处理 这个也是 您看我们在前面给大家讲 说怎么才能把应纳税 所得额算出来呀 收入确定完以后就是扣除 扣除成本能扣 费用能扣 损失也能扣 那么这个损失能扣 到底是什么样的损失能扣啊 需要用什么样的证据啊等等 所以这就体现出来了 看见了吗 资产损失的税前扣除啊 如果是 企业所得税法明确规定了 都是能扣的 扣的越多 你的所得就会越少 所得税交的就会越少啊 啊 关于资产损失税前扣除的概念 扣除的政策 税前扣除的管理 我们都正常 这个基础版讲课就在说 然后接下来就是 企业重组的 所得税处理 关于企业重组的 所得税处理 这是一个特别特别 复杂 还特别有点 拗口的这么一个内容 但是考试 真的是显有涉及 我其实我说 筑块考试并没有特别的难 为什么很多人跟着我们 就是经过几个月的时间 就能把课听完 把题就是我说几十遍 大题都做完 到了考场上 也就是六十多分就飘过了 因为太高了也不太容易啊 就六十多分就飘过了 是因为比如说像这样的 企业重组的所得税处理 那企业重组分成企业合并啦 什么企业分立啦 什么这个还有 什么这个 像什么债务重组啊等等 这些比较 比较难的点 很少涉及 在这我们就不跟大家展开说了 您就记着 关于企业重组的所得税处理呢 企业重组的所得税处理呢 您就我们到基础办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讲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国家 比较有名的一个车企 就是吉利汽车 那个董事长叫李舒福是吧 吉利汽车他收购沃尔沃 其实就是一种收购嘛 甭管他是什么 这个拿股票啊 还是拿钱啊 反正他是把沃尔沃给收购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体现出来一种企业的重组了 企业的重组 那么在这里面就会涉及到一些 增值税该怎么交 这个企业所税该怎么交 啊等等一些税种吧 还有土地增税啊等等 我们到基础办的时候 再给大家进行讲解 就是企业重组 它一定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事情 它都是国企啊 央企业大型的跨国公司之间 进行的这个什么什么 这个什么啊 啊大吞小是吧 就是吞并了这种情况 了解一下就完了 然后接下来呢 关于企业所得税法 它的应纳税额怎么计算 它的应纳税额怎么计算呢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算出来了 只要你能把所得额算出来 所得怎么办 其实就拿收入减掉 可以扣除的项目 只要你的所得出来了 乘以它匹配的税率 应纳税额就出来了 所以您看应纳税额计算 我们分成居民企业应纳税额的计算 和非居民企业应纳税额的计算 那么它里面都会有查账和核定 查账和核定 这些都不难 这些都不难 就是这里面说到的 就是关于企业所得税 会涉猎哪些内容吗 然后接下来又提到了 说企业所得税 也会有一些税收的优惠 您看我们在前面说增值税的时候 它也会有优惠 对吧 企业所得税也是各行各业 只要你是属于什么 这个有限责任公司呀 股份有限公司呀 你就是应该叫企业所得税的呀 但是我们国家您记着啊 合伙企业 虽然它也是企业两个字结尾 个人独资企业 它也是以企业两个字结尾 但是这两种这个企业的组织结构 是不交企业所得税的 里边的业主啊 里边的合伙人呢 只是交我们下一个是种个人所得税的 所以您了解一下啊 就是企业所得税 它也会有一些优惠政策 比如说 您还记得我们刚才说的 京港地铁公司 就是我们说北京地铁 那北京地铁它赔钱啊 如果有天它不赔钱的话 其实我们也是给了它优惠政策的 大家你可以跟我翻开 比如说我们翻开您的教材 我觉得教材还挺有用 翻开您的教材 我们来找一找关于优惠政策 比如说 在企业所得税里面的第 教材的208页 您看208页第六节税收优惠吧 税收优惠下面有个横括号2 说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 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经营的所得 说企业所得税法 所成国家重点扶持的 公共基础设施的项目 是指公共基础设施项目 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 规定的向港口码头 向机场 向铁路 向公路 向电力 向水利等项目 然后在这里面 大家就会看到 什么企业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 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经营所得 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 所属的纳税年度期 第一年到第三年都是免的 第四年到第六年都是减半的 我们俗称是三免三减半 看见了吗 你像港口码头啊 机场啊 轻轨啊 什么高铁啊 这都是属于公共基础设施吗 所以您了解一下 它现在是亏损的 当然不需要交 如果说它从取得第一笔收入 就这个公司 这个这个这个 京港地铁公司 我卖给第一个乘客 第一张这个地铁票 如果我当年是赚钱的 我们也是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 都给它免了企业所得税了 然后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 我们是给它减半的 对吧 这要三免三减半 但是如果您听着 如果这个北京的地铁公司 它在卖出去第一张地铁票 因为它卖出去第一张地铁票 就是我们这里边说到的 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吗 就是从那一年开始 如果一二三四五六 这六年全都是亏损的 等到第七年 它终于赚钱了 就是该花的钱都花完了 第七年终于赚钱了 这时候你也根本不能再享受 三免三减半了 因为我们的三免三减半的头 是从您卖出去的第一张票 那年开始的 那您那年 如果您那年就挣了钱了 那你挣了 你挣了多少钱 我们都是给您免的 一二三年都是给您免的 然后四五六这三年 都可以给您减半的 如果你说你命不好 你这六年 给你三免三减半 期间都是赔钱的 压根就没有用到这个红利 或者没有用到这个优惠 那没有办法 第七年 你就正常应该交了 就这么个意思 了解一下 所以关于税收优惠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经常在综合体当中出现 就是企业所得税 它每年考试 综合体里面一定会睡到 这个优惠政策的问题 然后接着 关于源泉扣角 扣角义务人 扣角方法 这个源泉扣角关于企业所得税 这块呢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 您来感受一下 比如说 阿里巴巴 它的最大股东是谁呢 是日本的软银公司 那么 每年阿里巴巴 它 每年它都会有净利润 从会计口径 它都是赚了很多很多钱 阿里巴巴 每年净利润 比如说软银 对它持股35% 那它每年 比如说 咱就比如说 2021年 阿里巴巴 它这一年的净利润是 1000个亿 好 那么既然人家软银持股 它35% 那么这时候 35% 你一共是挣了1000个亿吗 1000个亿的35% 就350个亿 看着 那你就是相当于是 有350个亿 阿里巴巴的马云 是要 捧给谁的 捧给日本的软银吗 其实相当于阿里巴巴 就在给日本人挣钱了 对吧 有350个亿 是要给日本的 但是你别忘了 此时相当于是软银公司 它的注册地不在中国 实际管理机构也不在中国 它在中国境内 也没有机构和场所 那有人说 阿里巴巴不就是 它的机构和场所吗 这不是 它跟阿里巴巴 可是两个公司之间 它是母子公司 或者关联方这段关系 所以此时相当于是 注册地不在 实际管理机构也不在 但是 也没有机构和场所 但是它有来自于 我们中国境内的 谷锡和红利 那么我们是需要 扣它10% 扣它这10%是什么 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 这个预提10% 这没机构没场所 这种情况下 预提10% 那么此时就相当于是 350个亿 正常应该是 马云给孙正义的 但是马云不能给孙正义 350个亿了 要替孙正义 在我们国家 交35个亿的企业组的税 所以这就是你这个 350个亿 乘以10% 等于35个亿 看见了吗 等于35个亿 这就是我们说的 源泉扣角的问题 我们叫源泉扣角 有的时候我觉得 在学习税法的过程当中 会计税法这样的东西 它的视野都特别的广 就就广角 你不要局限于说 我们国内的一个企业 我们国内的什么一个 什么电子表厂 什么什么谷谷 国内的电脑气场 不是这样的 企业所得税法也好 个人所得税法也好 增税税也好 它都是放眼全局的 我们在增税税里面 就会给大家讲到出口货物 也会讲到进口 你看这些事情 都是跟国际挂钩的 所以财税 你记住了 它是无国界的 它真的 它就跟医学一样 只要是就此扶伤 全世界所有的医学的成果 都要互相的利用 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你看我们在讲到 源泉扣角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 哦 阿里巴巴 它要给这个软银那边去 支付股息和红利 对吧 因为那点股东啊 然后关于特别纳税调整 其实特别纳税调整 这个又太大了 它其实跟我们的第十二章 国际税收 又紧密结合在一起 我们就不在这说了 正式讲课的时候 也不在这说 都在第十二章说 然后最后 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 你应该在哪交税 你已经企业在哪 你机构在哪 在哪交税呗 还有纳税申报的问题 就很简单了 其实企业所得税本身呢 我们在正式讲课的时候 也会说到 它特别的整 怎么说它特别整 就有点男人的那种性格 因为我们说 男人都应该是粗线条的 你不能说 斤斤计较 事无巨细 妈都是跟 跟这个女人一样啊 不是说女人不好 而是说女人本人 天生就是细致 对吧 细心嘛 所以你看那 幼儿园的阿姨 不都是应该是女的吗 不能都是男的 对吧 所以他的企业所得税 就跟那个男人的那种 粗犷的性格是一样的 他就算一个所得 他把一个企业 所有的来钱到 都给他加到一起 比如说销售货物的 提供劳务的 什么转让财产的 什么租房子的 什么把那个专利权租了 他都加到一起 加到一起完以后 他就是一个收入 就这么一个收入 然后他在这一个收入当中 在减掉国家让减的 或者叫企业所得税法 让减的成本啊 费用啊 损失啊 税金啊 让减哪个 我捡哪个 捡完以后 我就得了一个什么 应纳税所得 就得到一个应纳税所得 就拿这一个应纳税所得 去乘以它匹配的税率 其实应纳税额就出来了 你看我们说了半天 企业所得税 在学国内这部分内容 其实并不难 但是他难就难 在国际 国际上是什么呀 就跟刚才跟大家说到的 资产重组 有可能就是一个跨国的 一个收购 对吧 还提到了什么 这个这个源泉扣脚 对吧 还提到了 特别纳税条 就是跟国际有关系的 你也略做了解 知道一下就行了 企业所得税学起来 还是蛮有意思的 好 那么这个税种 说完以后呢 我们马上就进入到下一个 那就是个人所得税 你看我在刚讲 企业所得税的时候 刚才不是说了吗 他是一个男人粗犷的性格 但是个人所得税 就是女人很细致了 他能细致到什么程度 您在学个税的时候 你看啊 他的分值 跟我们的付出 不成正理 比如说企业所得税吧 我给您讲15个小时 基础班啊 给您讲15个小时 他能考20分 但是个人所得税 我得给您讲20个小时 他才考10分 你说你能不能少讲点 我少讲点 不行啊 因为他内容多 哪个都不能漏下 但你能不能多考点 不能啊 就考10分啊 所以我说个人所得税 他是属于性价比不太高的 性价比真的不高 付出的又多 分值也就10分左右 但是基本上不难 然后呢 我们在2021年 就刚刚考过的这一年 有一波 因为我们都考了好几批嘛 有一批同学 从考场出来以后说 当时我们给大家留的 43道大题当中的 有一道个人所得税的计算问答题 跟当时考场上那个题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那就可见 个人所得税年年 他的这个真题的 真题 他的那个出题的概率 就反反复复的出题概率 特别特别高 所以我又一次强调 您听我的课 第一基础版听明白了 第二高度重视 我最终出来的那几十道大题 明白 个人所得税特别琐碎 大家来看啊 说本税种是CPA考试当中 比较新且比较重要的部分 内容真的特别讨厌 特别多 考点比较多 每年都会设计到主关题 因为有一道计算问答题 是一定要考课税的 考试的分值呢 是在十分左右 九分左右吧 学员们在预习过程当中 要非常耐心和细心的学习 需要大家记忆的内容 相对比较零散 该是一种需要重点掌握内容如下 我们先不说该掌握哪些呀 我再跟您说一个闲板 就是你看我们 原来我们国家内部个人所得税法 其实就还挺简单的 是吧 但是呢 我们个人所得税改革 你知道改革都跟谁学的吗 全是跟美国学的 所以说美国 因为美国也有CPA 美国在CPA考试当中 有一颗就叫税法 那么内咖 他的那个税法里面 大家头疼的都是个人所得税 可见啊 就是个人所得税 这个这个税种 别看是针对于个人的 它更细碎 因为针对一个人的事 可能会更多 情况更多 它不像企业所得税 那么整齐 那么整齐划一 企业所得税好学的多 您看个税里面啊 个人所得税 是比较重要的税种 首先呢 我们在学的过程当中呢 也会把纳税人分成 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 您看这点跟企业所得税一样 企业所得税分成 是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 那么个人所得税呢 是分成居民个人 跟非居民个人 这些都是跟外国学的 外国这么教 我们也这么教 然后接下来 关于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 那就真的是特别特别重要 注意每类所得的区别 哎呀 个人所得税的征税的范围 有九项所得 这九项所得 您看看 您还是得买本辅导书吧 您买本辅导书啊 看起来更舒服一点 大家可以跟我来看啊 打开您的辅导 打开您的教材 打开您的教材的第241页 241页上来就是工资薪金所得 下面横括号二 劳务报酬所得 然后就是243页 稿酬所得 接下来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这是四项所得 这四项所得呢 我们在正式讲课的时候 也会跟大家说 因为我们前面 是不是把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 分成了居民个人 跟非居民个人吗 然后居民个人 就你我这样的啊 咱们都叫居民个人 因为我们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是有住所的啊 这个住所不是说有没有房子 跟房子没有关系 就是跟我们的这个亲属的关系啊 父母啊 爷爷奶奶祖宗八代 都在中国 对吧 这是我们相当于是有住所 我们就是一个居民个人 如果是居民个人 像我就是居民个人啊 居民个人 面对刚才说的什么 工资薪金所得 劳务报酬所得 搞酬所得 特许权水平所得 这个我们都统一称之为叫综合所得 都都给它综合到一块 这都跟外国学的 然后如果要是一个非居民个人 比如说他是个俄罗斯人 比如说他是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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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呃 韩国人等等 那么他就叫我们的非居民个人 非居民个人 这四项 我们不不给他存到一块 不叫综合所得 那就叫各类分 那个分类所得就行了 明白 就是我刚才说的 工资薪金所得 劳务报酬所得 搞酬所得 跟特许权水平所得 这四个 如果是居民个人的话 把这四个加到一起 叫综合所得 如果是一个非居民个人的话 不叫综合所得 就是一类一类的 叫分类所得 好 说完这四项以后呢 还有呢 还有经营所得 比如说我在我家门口 开个小超市 开个小卖步行不行 行了 这就是经营所得呀 那么除了经营所得 还有什么呀 还有比如说244页 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财产租赁所得 财产转让所得 还有偶然所得 看见了吗 一共就这九项 九类所得 这九类所得 我们一项一项的 给大家讲 个人所得税 有人说了 不就这九类所得的吗 没什么难的 我跟你说啊 个人所得税里面 它真正难的在哪儿 你知道吗 它真正考试的时候 倒未必有多难 但学的过程当中 真正难的是特殊问题 哎呀 那特殊问题 能把人吓死 在哪了 就是我们 如果你要看 去年的教材的话 在275页 275页第六节 叫应纳税额计算中的 特殊问题的处理 关于这个特殊问题的处理 教材收罗了多少呢 教材一共是收罗了48项 一共是收录了48项 48项就是48种特殊情况 每一种情况 有的还内容特别多 所以这就是我们障碍 就是我们的障碍 关于个人所得税 我们除了有纳税人指导 除了征税范围 九类所得 还有这些税率 这个税率呢 比企业所得税要难 你看企业所得税 它都是比例税率 有基本的税率 25% 还有20%的 15%的 10%的等等 对吧 但是个人所得税不是 个人所得税里面 比如说什么经营所得呀 什么居民个人的综合所得呀 他用的都是超额累进税率 你看他用超额累进税率 其实是好事 就是你超过了多少钱 你的税率才会用更高一级的 那如果我要是挣的少的话 我没超过 我的税率往往就会匹配的是低的 所以在个人所得税这 他之所以用到那种超额累进 用到这种超额累进税率的话 他还是体现出 对那种辛勤劳作的 挣钱不多的人 给予了一些 优惠 给予了一些帮助 他所以 所以你挣的越多的人 那你最后 你交的就越多 大家可以跟我看啊 我们在个人所得税 就是那个税率里面 你还能够体现出来 也确实还是 这个挺公平的 怎么体现出来呢 比如说我们翻开税率 大家跟我看啊 翻开税率 比如说 翻到246页 你买本书 246页 您看表 5过1 你看看 是不是第一级 不超过36000 就全年啊 英纳税所得不超过36000 税率才3% 但是您往下看 第七级 当您一年 全年的英纳税 所得额 超过了96万 的时候 哎呦 我的天呢 36000和96万 怎么比 36000就算 就才3万多块钱 96万就快百万了 您看看 他说超过96万 元的部分 我们是给他 45%的税率 所以当然了 那你说 如果我认识一个高管 他的英年 全年英纳税 所得额 100万 你说他这100万都乘145% 不是 如果要都乘145%的话 那这个高管也气死了 就气也该气死了 太不公平了 那他也不愿意挣这么多钱 因为这么多钱 45万全都交了个税了嘛 我们叫超额累金 那么作为这个高管来讲 他不超过36000的 也给他用3% 超过36000到14000的 给他用10% 然后超过第六级 超过66万到96万之间的 给他用35% 超过96万 因为他100万嘛 超过96万的就是4万嘛 这4万让他用45% 能看出来了吧 但是如果我还认识一个人 他并不是高管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 这个工作人员 他全年的英纳税 所得额呢 是37000 你看 如果是37000的话 相当于是超过了 不超 37000 不超过36000 那部分用的是3% 但是他37000啊 他超过了36000 有1000块钱 所以这1000块钱 应该用10% 能感受到吧 所以个人所得税呢 我们一直沿用着 这种超额累进税率 还是体现出来了一种 多正的人 多交个税 少正的人 少交个税 这么一个概念 对吧 这是说的 累进税率 那么在个人所得税里面呢 我们还会用到比例税率 比如说 你像我们提到的什么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财产的租赁所得 财产的转让所得 偶然所得 这些分类所得 我们还都是用的比例税率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依然要说的 就是关于个人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 你看这个字又是错了 也叫应纳税所得额 看见了吧 叫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 那么怎么才能把应纳税所得额 算出来呢 我们说过 只要你看到应纳税所得额 六个字 就给它变成两个字 两个字 所得 就变成所得 那你知道吗 个人所得税 它变所得 和企业所得税 变所得是不一样的 还是企业所得税好算 因为企业所得税 一个企业一年 只算出一个所得 它把所有的收入都加到一起 减掉成本费用损税税金得到 变成一个所得 但是个人所得税 它是综合所得 算出一个 什么经营所得 算出一个 利息股息红利 什么财产租领 财产转让 它都是各自算所得的 所以大家看一下 关于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 酒类所得 各自的扣除标准是什么 那因为所得怎么算 该减的减掉吗 得减哪些 还有专项附加扣除的问题 关于专项附加扣除 这不是我们现在执行的这部 个人所得税法里面最大的亮点吗 比如说专项附加扣除里面的 子女教育 什么赡养老人 什么自己的继续教育 等等 还有您家里的 比如说住房的租金 还有住房的贷款利息 对吧 还有大病医疗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说的专项附加扣除 一共是六大项 了解一下 然后接着我们再看 关于个人所得税当中 我们知道了它的应纳税所得额 其实就是所得 所得出来以后 其实我们的应纳税额也就出来了 九类所得计算公式 各类所得的特殊计算 这个特殊计算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 那48项特别特别烦人的 48项内容 然后接下来我们说 个人所得税 跟企业所得税 都会涉及到一个国际的问题 怎么说国际的问题呢 你想一想 就是有一次采访王健林的时候 王健林作为万达的董事长 他每周一都要开例会 然后呢 那个他的项目负责人 都要给他汇报工作 然后当时我们就看 有中国人 大部分都是中国人 还有一小部分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 来自于美国的 来自于印度的 当时王健林听他说话 他也是用汉语来汇报工作 当时王健林就跟 来自于马来西亚和印度的人说 你看看 我跟你们说过吧 学好中文多重要 这一上午 我光听你们俩白胡了 都没听懂 那就说明 王健林作为万达公司来讲 他也是雇了很多 国外的人给他做高管 那这时候就面临着这么一个问题 如果是印度的人 在我们中国 比如说大连做高管 他每个月拿走 好多好多钱的 这个工资薪金啊 我们要不要去 扣他的个人所得税 当然是需要的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 说 什么情况呢 比如说像 还说这个王健林 他们这个万达吧 他们的万达 还有很多高管 是在美国雇的 但是呢 人家这个高管 很会管理 根本不上你中国来 都从来不来中国 要么在美国 要么在欧洲 反正就是给你 用电话会议啊 或者用视频啊 或者用其他软件 来进行管理 管的也挺好 那么这时候 也会面临一个问题 说你虽然没有 踏上过中国的地盘啊 但是王健林 要给你发工资的呀 因为你是王健林的高管嘛 但是王健林 如果给你 作为这个高管 比如说来自于欧洲的 来自于美国的 这个高管 发了工资了 那么王健林 他所在的万达公司的成本 就会增加呀 那么他的成本增加的话 那么万达公司在 万达所在地 就是在机构所在地 他交的企业所的税 就会变少啊 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所以人家税务局 在征企业所的税的时候 就说 哎你怎么 人员成本这么高啊 他说对呀 我人员成本高 我高管们都贵呀 一个月都好几十万呀 那好 你的高管们贵 你给他们工资高 他们在中国交个税了吗 他们都不来中国 他们都在飞机上替我管理啊 人家天天在 这个空中飞人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会涉及到一个 呃 境外所得的问题啊 就境外所得这两个公司信息 应不应该在中国交购税 这也是 呃 比较难的一个点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 跟国际有关系的 对吧 那就跟国际有关系的 说 那就是呃 一个外国人 或者叫 对于我们来讲 这个非居民购人 来自于中国境内所得 要不要交购税的问题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 什么情况 你比如说 呃 相反 我 我有一天呢 被派到了美国的一个公司 然后我在人那上班 那美国那边也得给我发工资呀 现在是我一个中国人 有来自于美国地盘上的所得 那你说美国的税务局 能饶得了我吗 能放得过我吗 肯定放不过呀 他肯定也会收我网友 在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吧 或者我在美国出版了一本图书 那么美国的出版社 肯定要给我啊 给我钱呀 对吧 那这时候我要不要 教他美国的这个稿筹 就是按照稿筹 教个人所得税呢 也需要的 所以这里边就体现了一个 境外所得税额的扣除问题 那就相当于是 我是中国的居民个人 我来自于美国的所得 我都没 我我都没被放过 美国那边都是该怎么扣我 怎么扣我 那我我还是要回国的嘛 回到祖国的怀抱 那我回国以后呢 我就会跟我中国的这些 工资啊 薪金啊等等 要一起申报 但是我在国外缴过的 我在国外缴过的 被扣了的个人所得税 是允许做扣除的 所以就会关于 境外所得税额的扣除问题 其实这种扣除 不管是个人能扣 企业也是能扣的 它就是达到一个目的 什么目的呀 不双重征税 不重复征税 所以关于个人所得税里边 境外所得税的扣除 什么算抵免限额嘞 什么抵免的规则嘞 什么怎么补税了 这些都是我们要讲的内容 也就是说 筑块考试 不管哪一科 都是任重而道远 但是不管哪一科 都可以让你达到 国际顶流的水平 就是财税领域的水平 个人所得税呢 也有些优惠政策 但是它并不很多 就是关于哪些是免税的 哪些是减征的等等 然后关于个人所得税 征收管理 哪些是自行申报 哪些是代扣代缴等等 这个倒不是很重要 你看我们现在个人所得税 大家都说 你就是你手机里面 都有那个APP 我们现在个人所得税的 纳事申报 其实都是企业 替我们预扣预缴啊 或者代扣代缴啊 等等 然后最终呢 我们再汇算清缴 大部分都拿手机 就能完成了 了解一下就行了 这是征收管理 那么到这为止 其实我们已经 又把咱们国家 就是我们国家是双重支柱啊 你看美国人家 美国是这个单独 就一个 他是美国依靠 依靠个人所得税 就能收大量的税款 但是我们中国不 我们中国因为 大部分的人都不交个税 那就说明 工资水平并没有达到 欧美那么高 还有呢 就是我们也是体谅老百姓 是吧 可能有很多人 就不交个税了 所以咱们国家呢 一直是拿流转税 和企业所得税 作为这个支撑的 支撑我们国民 这个这个 财政收入的一个 支柱点 就是流转税 跟所得税嘛 所得税里面 大部分就说的是 企业所得税 还并不是个人所得税啊 所以您看 我们给大家 上一讲呢 讲完了 关于流转税 比如说增值税啊 消费税啊 承建税啊 它们是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本讲呢 又讲了企业所得税 跟个人所得税 您看啊 在这个问题上 您能不能感受到 它们的关键点 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告诉您 它们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什么 就是流转税 关注的是流转额 所得税 关注的是所得额 所以这句话 我希望您能够寄到 您税法的笔记本里面 或者税法的教材上 或者税法的辅导书上 您记住了 增值税也好 消费税也好 它都是关注于流转额 这个流转额 往往就是销售额 或者叫做销售数量 因为消费税里面 有一些是从量集成的嘛 要么是销售额 要么是销售数量 但是不管是企业所得税 还是个人所得税 它都是关注于所得额 不管是企业所得税里面的 一个应纳税 所得额是多少 还是个人所得税里面的 九个应纳税 所得额是多少 它都是关注于所得额 明白 好 这是为大家讲的 两个跟销售有关的税种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那就越来越小了啊 其实支柱的这个税种 都讲完了 接下来要说的就第七个 是烟叶税法 烟叶税是个特别小的税种 内容很简单 好 我们接着看一下 关于烟叶税法 有哪些内容 是需要大家掌握的 比如说纳税人是谁 您记着啊 谁来交烟叶税呢 是收购烟叶的人 这个人不包括个人 你说个体工商户 或者其他个人 像你我这样的 叫其他个人 当然这些呢 都是我们正式讲 基础办增值税的时候 会告诉大家 个人既包括个体工商户 也包括其他个人 但是您看 我们在这里面的收购 这个纳税人是谁呢 是收购方 收购方一定是单位 一定是单位 这个单位一般来讲 就是我们说的 某某卷烟厂 比如说天津恒大卷烟厂 为什么 因为啊 咱们国家 比如说第三章 会讲到消费税 消费税里面有个税务 就是烟 烟分成卷烟啊 雪茄烟啊 烟丝啊等等 就是它需要交消费税 消费税呢 就是中央人民政府的 固定收入 所以咱们国家 对烟草这个行业 管理的特别严格 烟草有生产许可证 有批发许可证 批发许可证呢 还会分成一批的 二批的 就大批发商 小批发商 而且还会有零售许可证 比如说您家门口 有个小卖部 它里面卖个糖啊 卖个油啊 卖个醋啊 啥的都不需要资格 不像我们以前 计划经济时代 市场经济都放手了 但是如果那个小卖部里面 要想卖烟 那必须得有烟草专卖局 给它特殊颁发的 这个零售的许可证 那正因为如此 国家对烟草管得特别严格 那么谁才有权利 来收购烟草呢 那自然是有生产资格的 这些卷烟厂 来能够收购烟草 所以这样的卷烟厂呢 它收购烟草之时 也需要给国家交一个税 就叫烟草税 所以大家看一下 它这里面纳税员 就是收购方 这个收购方 仅指的是单位 不能指个人 个人不行 那么在烟业税里面 什么样的烟业 是需要交烟业税的呢 什么样的烟业 是晾晒的烟业 和烤的烟业 就这两种 晾晒的和烤的 那么它的税率呢 是比例税率20% 它的应纳税额怎么计算 其实这个 因为它是一个非重点章节 为什么也简单嘛 怎么算出来应纳税额呢 其实我们要区别 严格的区别 实际支付的价款总额 和收购价款 这两个书 就这两个书 我们正式讲课的时候 在给大家做PK 告诉你怎么分辨 那么看到烟业税这个事啊 其实我们国家 在上一届政府 就是当时上一届政府 是主席 是胡锦涛主席 还有这个温家宝总理的时候 我们国家把农业税给取消了 当时把农业税给取消了 不就是相当于是 这个 这个说 我们主要是为了降低农民的税赋嘛 但是你降低了农民的税赋 忽然间有一些偏远地区的政府 他就没有财政收入了 很多他就靠着农业税 然后收到一些钱 然后养着他当地的这个公务员等等 所以呢 比如说像云南 对吧 像那种比较偏僻的那些省份 他就发现 哎呦 农业税被取消以后 我们的财政受到问题了 受到影响了 所以我们到最后发现 把农产品当中的烟液保留了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烟液税法 至今还是保留的 他就是原来农产品当中的一种嘛 所以关于烟液税 大家了解一下就OK了啊 当然他也会跟我们的第二张 增值税紧密结合在一起 也会跟第三张消费税结合在一起 毕竟消费税里面 他是含着烟 烟里面含着卷烟和烟丝 以及雪茄烟 你看烟丝 他不就是拿烟液 给他做成丝的吗 对吧 这些我们将来都会串联起来 给大家进行讲解的 这是关于烟液税法的内容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说一个就是关税法 其实关税啊 大家也不陌生 关呢就是 其实所谓的关就是海关嘛 对吧 其实海关在哪 一般都在口岸嘛 甭管是海上的口岸 路上的口岸 对吧 我们都在口岸里进行这个管理 那么我们在前面讲第二张增值税 讲第三张消费税 就讲那两个税种的时候 我们都提到过 说从国外进口东西 或者把我们的货物出口到外国 那么这些都会路过 这个口岸 对吧 路过海关 路过口岸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会出现一个关税的问题 那么还是那句话 就全世界 但凡能够自给自足的国家 都是鼓励本国企业 把产品出口到外国 我们国家也不例外 所以大力的鼓励企业出口货物 出口 当然了 我们在疫情期间 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口罩都不够用的 这时候你再出口 我们就不会大力的鼓励了 对吧 当然现在我们口罩生产能力起来了 你再出口 我们还是欢迎的 那么此时正因为你鼓励大家都出口货物 那么此时就会有相应的政策 什么政策导向啊 那就是出口货物 我们是给你免关税的 免什么关税 免出口的关税 所以基本上出口 我们都是不收关税的 但是如果你是进口 反过来那个是卖出去 这个从国外买进来 比如说买进来的洗面奶 买进来的儿童的服装 儿童的玩具等等 都是进口货物啊 那么这时候跟我们之前 在增值税呢给大家举例子 说那个计算器从韩国进口是一个道理 那么你从外国美国欧洲啊 你买那些儿童玩具的时候 你并没有给人家交付增值税 因为他们政府 给他们企业都是免税并退税的 所以相当于是你裸税进来 裸税就没有交税嘛 对吧 所以你没有交税进来 那么为了保证 跟我们国内生产出来的玩具啊 生产出来的儿童服装一样的说服 所以海关要争一道嘛 所以你就会发现 进口我们是要交进口环节的关税 但是出口大部分都是不争 出口环节的关税的 那就是免关税了呗 免出口关税 来看 说关税法在CPA考试中 所占分值并不高 虽然它分值不高 但是它起到了一个 这个穿线的作用 但凡我们考增值税的综合体 它必定会考进口 它要考进口的话 它必定就会考 先考 因为我们要进口的话 先交关税 关税类似于一个买路钱嘛 你不交进口关税 它不让你进来啊 所以你先交关税 你的关税 它又决定了你的增值税的 计税的价格 所以关税如果不会算的话 你的进口环节增值税 也算不对 进口环节的消费税 也算不对 那么你归根结底 国内的应纳税额 也算不对 所以它本身所占分值不高 相当于是什么 自己占的分值不高 但是它联系的内容 特别广 你看 但是关税的相关政策规定 对我们前面讲到的 非常重要的两个税种 就是增值税跟消费税的 进口环节的税额的计算 起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关税的计算 直接决定着进口增值税和消费税的计算 因此关税法政策的学习 我们也不容忽视 那么关税法需要重点掌握什么内容呢 其实关税稍微有点麻烦 有点难 但是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个 总体的框架就OK了 首先关税呢 我们先算一个 关税最完整的计算税额的价格 就叫关税完税价格 完是完整的意思 算关税最完整计算价格 就国际上对于这个进口环节 关税完税价格的组成部分 是有明确规定的 谁任何一国的政府 都不能随便往里加一毛钱 你加的钱越多 说明你形成了贸易壁垒 你不想让外国的货物进到你 中国 那是被国际所不能容忍的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违背了这个 进口环节 关税完税价格的组价 所以您看 关税完税价格在这 我们分成你是进口货物还是出口货物 进口呢 从国外进口 那一般是跟国外的成交价作为一个计税的依据 作为关税完税价格 如果没有成交价 那就是海关给你估价 或者海关认为你的成交价格太低了 你这是诚心跟我海关作对呀 那海关会给你估价的 那么出口呢 出口的关税完税价格就是 离岸价扣除出口的关税 扣除单独列明的要支付给境外的佣金等等 还有如果这些都没有 那就是海关的估价 其实这些都了解一下 我们现在先不展开说 这是关于关税完税价格 然后有了关税完税价格 就直接乘以关税的税率就好了 因为关税的税率 我们每天都都不一样 比如说今天跟美国的关系比较好 那可能从美国出口到 我们中国的这些货物的关税税率 可能就会低点 如果过两天发表了 什么美国发表了 什么一些就是不当的言论呢 我们跟他政治上又发生冲突了 那就可能关税的税率立马就上升了 所以关税的税率 一定会是一支条件给你多少 你只要把关税完税价格 就是你把这个只要算出来 乘以关税的税率 你的应纳税额就出来了 所以关于应纳税额计算的 大部分都是从价计税 当然也有一些是从量的 也有一些是复合的 了解一下 然后关税这块呢 也会有一些税收优惠 法定减免啊 特定减免啊 临时减免啊等等 你想有哪些是税收优惠啊 比如说我们每年从2018年开始 18192021是吧 我们都四年了在上海举行进口 进口货物博览会 就进博会是不是 那么在进博会当中 有世界上N多个国家企业里面的货物 然后都进口到我们的中国上海参加展览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需要不需要去争它的进口环节的关税呢 大家可以跟我看一下 如果你要是有教材的话 我们翻开第七章 翻开第七章 它在我们教材的第366页 您看366页有个大三叫暂时免税吧 暂时免税 就是暂时进境或者暂时出境的下列货物 什么呀 第一个就是什么在展览会啊 什么我们就是进口博览会嘛 在展览会啊 交易会啊 会议啊 类似活动中展示 或者使用的货物吗 所以这些我们都是给它暂时免税 你看这都是属于优惠政策 对吧 然后还有关于关税 它的征收管理 质纳金怎么计算 其实这个质纳金怎么计算 跟国内是一样的 每天万分之五 然后申请退税的实现 以及关税的追征和 关税的补征的实现问题 还是那句话 关税呢也还挺重要 它直接决定着增值税 跟消费税的税额计算问题 大家看看就行了 知道一下 那您看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多少个税种了 介绍了增值税 介绍了消费税 介绍了城市维护建设税 介绍了交易费附加 地方交易附加 然后又跟大家介绍了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还有给大家介绍了烟压税 还给大家介绍了关税 对吧 然后后面呢我们 下一讲给大家介绍资源税 环境保护税 还有跟房子和地相关的 比如说我们先买进来的汽税 我们持有期间的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我们把它卖出去的土地增值税 然后我们还会给大家再讲 跟车有关系的 我们先把车买进来 车辆购置税 然后我们再行驶 在持有过程当中 我们还有一个车船税 最后还有一个印花税 就具体税种 就基本上就快讲完了 下一讲就会结束具体的税种 以及像这个行政 这个税务的行政法制啊 等等的讲完就OK了 所以我们的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班当中的第一部分 关于这个学习的指导 就是每一章都会讲哪些内容 就大概每一个税种 就浅长辙止的给大家讲了讲 对吧 所以你现在脑海当中应该知道了 有流转税 有所得税 流转税 流通转让才需要交的 那么他一定 因为今天都流通转让了嘛 都卖给别人了嘛 所以他特别关注的 就是你到底卖了多少钱 或者你到底卖了多少个 对吧 你到底卖了这个多少吨等等 所以他特别关注的是销售额 或者是销售量 但是所得税不是 所得税是你拥有所得了 然后你要给国家交这么一个税 其实我们刚才说的流转税 是个间接税 交税的人都是乐乐呵呵去交的 因为他都是从别人手里 拿过来钱去交的 都是最终消费者 都是买方在承担 卖方去交 但是所得税不一样 所得税跟流转税比起来 它是个直接税 它都是谁有所得 企业有所得 企业交企业所得税 个人有所得 比如说张三有所得 那张三应该叫个人所得税 所以所得税的关注点 是你到底有多少所得 对吧 流转税的关注点是 流转额 或者叫做销售额 所得税的关注点是 所得额 所以这个 比如说这四大税种 如果你学了个 这个八九不离十的话 基本上税法就能过 因为小税种都很简单 比如说关税等等 还有我们烟烟税 还有后面讲的什么 这个资源税 你看资源税 还有什么环境保护税 它们的分支都很低的 分支一般都是在两分左右的 对吧 好 那么讲到这儿呢 我们把几个 这个比较重要的事种 就先给大家说完了 本讲就到此结束 谢谢同志们的收看 再见 再见